4月1日 5月1日 3月1日 1日 1日 2日 OK Let's go 這個是第一個路線嘛對不對 對 果然說現在跳下去 往右 飛上去 沒錯 再飛上去 一直跑 其實跑下面也可以 沒事 我只是 想當泰山一下而已 不要理我 這裡有第一個 這邊有 第一個巨大結晶 因為巨大的骨頭或骨頭的結晶 有時候不會出現我們冰射路線 OKOK 好 從這裡路線開始往左 往左 連左邊跑 有骨頭或礦脈就給他挖下去 就對了 對 往這邊跑 對 通常有一個 沒錯 這裡有一個骨頭 然後每個人所看見的礦脈 都會不太一樣 他們地方是固定的 不過是隨機而已 有沒有出現 然後再跑進來這邊 這邊 前面是不是也會出現一個大的 會 跟普通骨頭同一個點 這裡 這裡 就會有一個小骨頭 有巨大骨頭也會有機會出現 在這裡 OKOKOK 然後跑過來這邊 穿過來 穿過來 這邊有礦 你要巨大礦也會有 這 對 巨大礦就在 它是這邊 然後小礦就在這邊 這邊會有個巨大礦 然後這邊會有個小礦 OK 剛才的路口都會在這邊 這樣 恩恩恩 因為在這邊跑出去 OK OK 然後再跑 繼續 對 爬出去 然後繼續 念住左邊 好 再往左邊 不 等一下 我有個BT我踩一下 OK OK 這個這邊嗎 這邊 喔這邊有一個 對 這邊有一個 然後 然後下去之前呢 就先 往這邊看 先看一下 這有骨頭通常 沒錯 ok沒有之後會就下去 有的時候挖 就這樣 這邊有礦 不不不 然後這邊 然後再到這邊 對有礦 有礦就可以給他挖下去 對這裡有骨頭 OKOK 喔我這裡也有看到骨頭 還有一個鋼龍 很大的骨頭 對 你好 好 然後這邊一樣是繞一圈 看邊緣會不會有一些礦脈和骨頭 可以挖嗎 對 但是這邊是不是有個巨大骨頭 這裡 有 這裡 這位置會有巨大骨頭 對 第二個巨大骨頭 不過我現在顯示的是礦脈 不過沒關係 就看你們 對一樣 如果有巨大骨頭就在剛才裡面找 跟這裡找 好像是這裡 好像是我像這樣子 是你那個地方 反正就是那個邊邊的附近 對 反正就是這邊附近會有個巨大骨頭 對 森林的巨大骨頭 對 要 好 要這樹林就跑完了 OK 然後我們就可以跑向 這邊 對 有刺客衣裝 然後穿起來 好 我沒有穿刺客衣裝 柯柯 沒關係 等一下再補充就可以 好 跑到大頤種這個地區 沒錯 這往右 往右 先說明 平時我們不會跑在這邊 這邊就會有巨大結晶在這邊 喔巨大結晶在這個地方 在大概在這個位置 反正就是這個附近 這個附近而已 對 OK 然後往右一樣貼著牆 看有東西就給他挖下去就對了 這裡 沒錯 讚 對 骷髏那邊有一個 有我有看到 骷髏 然後這裡 這裡有機率有交戰痕跡 這邊會有機率出現交戰痕跡這樣子 沒錯 讚 我看到了 沒有這個古種 這邊也有古種 就是在古種的這個旁邊 讚 然後再從這邊跑上去 然後再從這邊跑上去 對 有礦的挖拉 然後這裡有骨頭 兩個植物中間通常有骨頭 然後再繼續跑 好 我看到這 這牠是在挖拉 那是礦麥嘛 對 這裡有骨頭通常 這裡沒有 喔這裡我也有 嗯 然後繼續下去 這邊也有可能會有一個礦 沒錯 有這裡也有 機率有巨大礦 對 喔這邊吧 好像是這個位置吧 這個位置沒錯 那是你不是說他有一個 他有一個要在上面 在上面 先跑過來這邊 對 先跑過來 再往這邊走 沒錯 這邊是骨頭 這邊是骨頭 對 這邊會有一個骨頭 對 有的話就可以把它挖下去 然後再往上走 然後 這裡出生有沒有交戰痕跡 喔對 這裡這裡這裡 這個附近嗎 會有一個交戰痕跡 看可不可以注意一下 沒有錯 然後 然後 然後再往這邊走 這邊 爬過來 這裡有礦 喔對 這裡有個礦 沒有錯 然後 踩完之後 爬完之後 往跑到對面這邊嘛 對不對 因為這裡有個 礦 有一個礦 沒錯 因為這裡 對 這個位置是巨大骨頭 喔這邊 位置是巨大骨頭 我們現在目前只找到的 只出現在這個地方 記得是 我在這邊有挖過 我有點忘了 不確定 是有巨大礦脈 哇 巨大礦脈 就是 我有點不確定 但是意向中我在這個挖 嗯哼 所以這整個就是 第一條陷入的 流程就對了 對 然後我會飛去東銀利 OK 好 這個第一條結束 我們即將要飛第二個 東銀利 OK 然後這裡右邊這個洞出去 喔 東銀利要從右邊這個洞 OK 好 你要走往右 好 往 往右 然後就會來到了 喔 路珊瑚的區域這樣子 沒錯 嗯 阿如果 沒有 東銀利的朋友們 就是直接先從 原本的第一個銀利 跑到這邊就對了 從這邊開始 往東北跑就總會跑到 嗯 你看 這裡有骨頭 那是這裡 這邊會有骨頭 對 我也有 有看到 然後呢 正常路線是不會跳下去的 但是下面有 這個巨大骨頭的地方 喔這邊可能會出現巨大骨頭 就當你出現巨大骨頭的時候 就來這邊找找看這樣子 路上我只會在這個地方出現 喔只會在這個地方出現 喔酷喔 目前我沒有遇到第二個 了解了解 然後這個位置會有 戰鬥痕跡 有時候 哼 戰鬥痕跡 然後跟這邊會有一個礦石 然後這邊會有骨頭 這邊會有骨頭 骨頭 然後這裡是巨大礦脈 這裡有一個巨大礦脈 不過下面 喔他也會出現這裡喔 對對對 這邊有一個 今天直播的時候有挖到一個 在那邊 繼續跑 然後就沿著這個 墻邊狂跑 對 對 然後這邊 然後這裡有時候戰鬥會有 欸不是 這邊會有骨頭 沒錯 要飛上去 那我們要再上去這樣 然後一樣沿著槍跑 對 這邊有時候有骨頭 這邊有一個骨頭 這邊有一個 走 要繼續跑 然後這邊會有古代龍的 這邊會有什麼 對 古代龍的 喔這邊會有古代龍的 有時候有 你站在這個位置嗎 才會站在上面 對 你可以跟他問他說 欸那個 現在排名武器第一個是什麼 對 這裡是巨大礦脈 巨大礦脈在這邊 讚 然後跑過來 然後這裡會有再一個礦 沒錯 這裡有礦 然後沒有 跳下來這邊 跳下來這裡有個痕跡有時候 對 好現在就有 啊可以踩一下 火龍 火龍 喔唷 飛龍總在一個 那這邊會有一個礦嗎 對 這裡會有一個礦 然後下來這邊也會有一個礦 沒錯 這是出口 有一個礦 好 你要路上我走 跑完了 路上我跑完了 然後再來就是 那個 瘴氣 瘴氣過 但是也比較遠 瘴氣之骨比較遠 瘴氣之骨比較遠 是可以選擇 重贏 反而瘴氣之骨跳下去 如果要直接下去的話 比較好挖 快點滑走地方 從這邊嗎 對 從這裡開始 然後就從這邊開始 那往左邊 左邊 左邊 會先接到一個礦賣 OK 然後再走這邊 跑到這裡 這裡會有骨頭有時候 喔有有一個 在這邊 有沒有時候爬上去 然後再跑到這邊 對爬上去 然後這裡會有一個 戰鬥 沒錯 然後這裡有骨頭 這邊是骨頭 Yep 有一個骨頭 然後再跳下去 沒錯 就跑就好了 沒錯 這裡有效的戰鬥痕跡 然後還有礦賣 欸 至少這是戰鬥痕跡 這邊會有一個巨大礦賣 阿乾 他不會這樣 就衍生一撞好了 OK 對 這邊也會有一個 一個好像骨頭的礦賣 我真的忘了 嗯 有阿 我知道 可以再注意一下 就觀眾 觀眾自己再注意一下 就可以了 對 往下 下來 往邊緣跑 然後這邊 有個礦 嗯 這裡會有 出現那個 正常是正面 不是在下個路口 這邊嗎 這個就不要走 對 這裡有個 巨大骨 這邊會有個巨大骨頭 OK 對 巨大礦會在旁邊 有時候 巨大礦會在旁邊 OK 還是上一個路口 忘記 反正 這邊 這邊也會有個骨頭 對 讚 欸 我忘了出現巨大孔 等一下可以找一下 嗯 然後就爬上去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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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然後 然後這裡 喔巨大礦就在這邊了 有有看到 看到了 挖一下挖一下 挖一下挖一下 OK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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然後這個 其實 這個巨大礦位就是 平時有個小跑 然後這個就 整個 路線就這樣結束了嘛 對不對 沒有錯 嗯 大概時間總整 花了12分鐘 差不多 要做很久 要做很久 就剛剛單跑 單跑 我們還有 稍微介紹一下 對啊 不過整個跑完 再挖 加挖的話 應該差不多 差不多 好 好 好 啊 好 哦 好 哦 至少 不